好 刚才来讲国立法院的真正状况 先前呢 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王一全 他就在电视节目上面来爆料说 确实5月21号的时候呢 有掌握透过手机基地台 来掌握社运人士的年龄分析 这就被认为说难道这个是在监控人民吗 国民党的立委随小新 今天就用古人王羲之来嘲讽王一全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古有王羲之 今有王羲之 膝盖的膝 知道的枝 能以膝盖算出天下大事 那过去有蓝亭集序 堪称天下第一行书 今有蓝亭不下去 堪称第一草书 只是这个草呢 是草包的草 正版的王羲之是 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盛 盗版的王羲之则是 仰观轻秒之大 俯察小草之盛 说起来有一种时空旅人之感 我很好奇 身为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的他 在5月27号当天 有没有跟民进党的高层开过会 不然他怎么会在下午的通告 直接使出膝盖通灵的绝招呢 好 我们可以听到徐晓星 他是说现在他有在调查一些证据 那么目前还没有办法详细的来对外公开 不过呢 他在昨天 这个直询中华电信董事长的时候 已经得到了证实 确实有民进党的立委要求 说希望可以来增加信号 所以当天确实有派车到立法院附近来增加信号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的最近状况 把时间交换 碰内主播